新年饮料特调 天堂 or 地狱 soju 快乐 香味会慢慢散买 这种偷袭其实就是在后面 到这个要有点technic 咸咸甜甜 新年少不了可乐 适合不喜欢喝汽水 这四款里面最喜欢 怎么能够少得了酒 cocktail的味道 Hello everybody 新年快乐 今天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 叫做新年饮料特调 天堂 or 地狱 请到了 我两个嘉宾 一个我表哥 我183的表哥 Instagram有看过吗 还有我们的jam 这游戏要给你们讲一下讲完 非常的简单 是很难理老少 我要来做一个新年饮料特调 反正就是新年 唾手可得的饮料 都在我们的这个box里面 一人求三个 以记得比例 然后去调一个 你认为好喝的 就看下各位的手蕴 3 2 1 Go 这个人是什么 我选择命运 今天你太疯了本来 我先开 我拿到什么饮料 冬瓜茶 来汽 Rai Bina 都很甜诶 看你要怎样调那个比例 给它不那么甜 OK So first one cook 第二个 哇 竟然拿到soju 菊花茶 Taribus Sprite 盐 盐 我要起死诶 我一个都没有诶 我们来试做看看 这是古让马尼舌辣 所以可以放多一点 有点甘甘这样啊 我多少在里面 登登 诶好漂亮诶 很高诶 有点像那个 烈酒 嗯 你是希望加过来的事啊 诶 哇 100 plus 它是比较带醒一点 哇 蛤 快把杯旁边放尸 我就是想要弄这个诶 我们一起来喝 It's either we go hell or go heaven yes 我这个蛮好喝哦 认真的 我这个层次感蛮重的 就是来去加冬瓜茶 其实很好喝 可是Rai Bina味道盖完的话 这个很甜嘛 平常加soju跟cola 蛮好喝哦 加酒下去是感觉到很fresh 可以一次过喝完它咯 它真的是很大人的味道 它的酒感没有那么重 你呢 这个 真的是很香 它喝进去第一口是 冬瓜的味道 奶昔的味道香 我也会慢慢上来 最后才Rai Bina 对 我们现在投票 1 2 3 嘿 哎呦 因为我不喝酒的人 我都觉得它是 我喝下去了 然后这个的话是 我平时都会想要自己 喜欢喝的 这是大人的饮料 这是小孩怎样 这是什么 其实这一切呢 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场 我们的重头戏 其实就在后面啦 其实我们调了一个 4到5种的饮料 就是 新年饮料 是真正好喝的 我们就看下去 OK 现在玩完游戏之后呢 我们正式来调一些 好喝的 新年饮料 然后今天呢 我准备了4种饮料 要用到的呢 现在都是 今年期间 随手可得的饮料 首先我们来调 第一款 喝了之后包你 红红火火的饮料 我们要准备 定块 Ribina 100号 搞这个要有点 technic 哒哒 挤一点 lime进去 最后再模仿一下 我们的 sapbay 就撒一点盐下去 炸炸 要帮它取一个名字 红红火火 喝了之后 红包饭贝 麻将牌 赢 这个喝之前 要搅一搅 超赞 带咸咸 甜甜 这样子的 我们外面有喝过 Sprite 加Ribina 它是甜甜 这样子罢了吗 但是这一个 它是100 plus加Ribina 它不会是那种死甜的 它比较有 层次感一点 非常的refreshing的一款 而且它很漂亮 OK 第二款饮料 是一个 超级无敌简单的 但是也是应该 大家会surprise 所以这样配 可乐的特条 新年少不了可乐 一半 我们再倒多一杯 半杯 为什么我们准备两杯呢 不管我们是放 菊花茶 还是我们放 冬瓜茶 都很好喝 好四成双 这是冬瓜茶的 我这是菊花茶的 冬瓜可乐 很特别 就是如果你喜欢喝冬瓜茶的 你就放冬瓜茶 你喜欢喝菊花茶的 你就放菊花茶 像我的话 我是喜欢菊花茶的啦 菊花茶的就没有这么甜 冬瓜可乐的话 它是冬瓜味是很重的 可以可乐要出一款 这两款 加起来喝都会 解腻清爽 你知道有时候 Chinese New Year 你feel到很热啊 吃很多饼干啊 可以喝这两款 好第三款呢 是适合不喜欢喝汽水 然后想要喝茶的朋友的 这个呢就是一个 来去红茶 包装来去水 新年一定有的吧 把来去倒下去 罐头荔枝 最后再加上我们的红茶 换一个橘子在这里 好所以我们第三杯 这个来去红茶就挑出来了 然后你看它的颜色 是不是很漂亮 然后我们上面还加了一个干 是不是很Chinese New Year 看起来就 非常的像黄金的感觉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 大吉大利 有吗 有大吉大利的感觉吗 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四款里面最喜欢的 放的是大部分都是红茶 然后它是不甜的 然后它就有少少少少的甜 是来自我们的 来去那边的 很清爽的冰红茶 可是有来去味 新年我们会吃到很有腻的话 喝着一个 可以解腻 对 因为是茶嘛 茶就是解腻的 那还可以吃orange 超解腻 哇这个配在一起 awesome 如果你是不想要喝甜的 可以try这个 喜欢茶的朋友 一定要试哦 最后一个 我们就来调一个 有一点点大人的饮料啦 今年怎么能够少得了酒 你咧 大家的童年最爱 你们是不是真的以为 我把这个当成酒 不要傻啦 当然还有我们 比较大人一点的 这个是soju 我们的shandy cocktail 又要来一点奶酱 奶酱我们来个30% 下我们的shandy 接下来再加一点 我们的soju 你们自己要加多少 就加多少啦 soju 可以放一个奶酱果下去 lime 好 这样一杯充满童年回忆的 shandy调酒就完成啦 虽然它是带酒精的 但是确实是充满了 我们童年的回忆 因为shandy就是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嘛 喝了酒过后会怎样 就是很开心吗 就是一直笑 所以它叫笑口常开 这个真的很棒 很好喝耶这个 就算我不爱喝酒 我觉得还是OK的 有带一点点的酒精 然后很香的shandy味 再加上一点点的soju top up 让它的酒味再更出来一点 然后那个lime叻很重要 因为你放了lime过后 它就有那个cocktail的味道 那种感觉出来了 这个奶酱 到最后要捞出来吃掉 很赞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喜欢的 新年的四款还是五款 饮料特调啦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特别的 饮料喝法 神仙喝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互相交流一下 你们是怎样去调你们的新年饮料呢 看下谁的lime比较高 lime最高的一定是最好喝 好啦 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Cheers 万事如意 步步高升 升官发财 今年的新年愿望就是 大家还没有订阅我的 记得订阅我 然后这个影片一定要like 还有share and comment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Bye Bye 后悔记得要follow你的IG 对要follow我的IG哦 我今年的新年愿望就是 我IG的follower 快点升高一点 YouTube subscriber也要升高一点啦 Guys 我刚刚发现了一个新喝法 就是我这一个 一开始的那个抽到的那个 特调加了 时候就下去 超级好喝 喜欢like酒的人可以try 赞 耶 生年快乐 Bye 早安 这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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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